大家好,欢迎来到历解说电影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虐心电影《妈妈不哭》 小雅是一名高中生,父母刚离婚不久 母亲带着她搬去另一座城市,开始了新的生活 来到新学校的小雅因为漂亮活泼,交了许多的新朋友 而她也有自己的暗恋对象,那就是一见钟情的祖寒 闺蜜得之后,奉劝小雅要小心那个人 她是一个混混,而且还修过一年的学 然而小雅却不以为意 她还亲自制作了巧克力,并约祖寒在天台上见面 可谁知,等来的除了祖寒之外还有另外两个小混混 他们一起侮辱了小雅并且拍下了视频 当妈妈看到小雅发来的紧急信息后,立马报了警 可是在往警局的路上,却接到医院的电话 当她急忙赶到医院时,发现女儿已经满身是伤 看到如此模样的妈妈崩溃万分 她抱着小雅失声痛哭 事后妈妈来到警局见到了被抓的祖寒三人 彼时的他们还不知悔改地在一旁谈论着小雅的事情 听到此话的妈妈愤怒地走上前 可是却被其中一名混混推倒在地 警察告诉妈妈因为事报者是未成年 法院并不会重判 为此,她建议采用和解的方式 但是妈妈却不接受她执意要提起诉讼 并且拒绝了小混混家长的钱财 她想让事报者都受到应有的惩罚 可由于是小雅主动发的信息 因此她也有部分的责任 鉴于现场没有目击证人 且没有对原告造成重大伤害 所以法院判定三个小混混无罪释放 经过这件事情后 小雅变得愈发的沉默 她终日待在家中不愿意去上课 这天小雅收到了小混混们发来的短信 里面是她被侮辱的视频 他们威胁小雅若是不想视频被公布出去 就按照地址过来见面 小雅虽然害怕 但是为了解决这件事情 她瞒着妈妈独自去见了小混混 她想与他们同归于尽 可是毕竟实在力薄 结果不仅没有成功 反而又遭到了一顿羞辱 绝望无比的小雅最终选择了自杀 当妈妈发现时已经为时已晚 最后小雅因抢救无效 彻底离开了人世 小雅的离开给了妈妈沉重的一击 在妈妈生日这天 她收到小雅提前为她订做的生日蛋糕 上面还写着妈妈不哭 这句话让妈妈彻底泪崩 次日妈妈在收拾小雅房间时 发现了手机里面的威胁短信 以及当时拍摄的视频 这一刻妈妈彻底崩溃了 她决定为自己的女儿报仇 当晚她拿着刀子找到了祖寒 祖寒为了活命 谎称自己也是被逼迫的 还表示她是真心喜欢小雅 当妈妈看到她的手机壁纸时 最终选择了放过她 之后她又根据手机上的信息 找到另一名混混 并一刀捅伤了她 然而就在她报复完第二个混混的时候 却得知其实祖寒才是背后朱石 痛不欲生的她来到学校抓走了祖寒 可此时警察也赶了过来 最后妈妈捅死了祖寒 与此同时她也被子弹击中 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可是在现实中 这样的事情却每天都在上演着 一味的忍让只会让施暴者更加猖狂 只有勇敢地站出来 才能阻止悲剧的发生 今天的解说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